今天是男人的大婚之日 前女友却穿着性感超短裙 大摇大摆的来到婚礼现场挑衅新娘 因为就在昨晚 她还和新郎在酒店进行缠绵 前女友当着新娘的面 故意帮新郎整理戏装 接着又浮夸的拥抱新娘 说早就听新郎麦克提起过你 麦克连忙拉走前女友 生怕前女友会毁了这场婚礼 新娘小林问起前女友的身份 谁知麦克抢先回答是中学同学 小林没有追问 可等婚礼开始 前女友却和麦克眉来眼去 麦克借口去上厕所 将前女友粗暴拉去没人的地方 他警告前女友不要搞事情 自己好不容易采取到 小林这样的单纯白子们 谁知对方就是要让新娘 疑惑她的身份 这招果然奏效了 小林问麦克那女人是谁 麦克说他就是个神经典 故意要理他 然后两人幸福地走入婚姻的殿堂 前女友恶狠狠地看着小林 吓得麦克面露心虚 可小林却笑地回应前女友 完美展现大家闺秀的风范 台下的来宾都称赞麦克和小林金铜玉米 这让前女友极度地牙冰痒痒 小林还在台上公然秀恩爱 诉说自己和麦克的甜蜜爱情 前女友听得心都碎了 等到了抛花环节 她一把抢走小林的捧花 上来就开始一扬怪气 说她们是狗男女 生了孩子没屁眼 然后还把红酒泼向小林的婚纱 假惺惺地说自己手滑了 小林站在台上有些狼狈 全然不知前女友下台后 不狠狠地将捧花抬在脚下 小林的父母母亲眼眸抱着小林 麦克暗暗捏了把冷汗 他苦心经营地暖男人设 眼看就快要被前女友毁了 另一边婆婆气地追上去教训前女友 他咒骂前女友就是不要脸的妓女 净胆大包天赶来破坏麦克的婚礼 谁叫前女友说如果我是妓女 那你儿子就是只鸭子 背着钱才会取那个蠢货 白富美 婆婆气得要扇前女友巴掌 这时麦克赶过来制止 他警告前女友不许再闹事 你在我眼里只不过是发现欲望的工具 另一边小林边哭边撒婚纱上的红酒 他给去被其他女人这般欺负 这时麦克走进来 拼命向小林和丈母娘道歉 丈母娘猜到麦克有风流战 他强硬地说不会管麦克以前的私生活 可从今天开始 你必须一心一意地对我女儿 麦克连忙承诺会照顾小林一辈子 可晚上洞房花烛夜时 他的渣男本性就开始暴露 麦克催促小林快去洗澡 等小林去遇事后 他却露出得逞的笑容 探照毛子的婚纱照 麦克心中说不出的得意 仿佛是在欣赏自己的战利品 突然他看见前女友发朋友圈要自杀 佩文自己的老公被其他女人抢走 还说死前会把和老公的照片公之于众 麦克吓得立马要去找前女友 他谎称母亲生病住院 自己现在要过去照顾 可小林不愿让麦克离开 再怎么说 今晚是两人的新婚之夜 他提出要和麦克一起去医院 结果麦克不耐烦的让小林别添乱 渣男本性彻底暴露 从前的他根本就不敢凶小林的 最终小林只好同意麦克离开婚房 麦克见到前女友后 直接就是干柴烈虎 前女友不仅身材火辣 还玩得慌 令男人欲罢不能 流连忘返 可怜的妻子独守空房 辗辗反侧睡不着觉 近半夜开车去医院找麦克 麦克这边接到小林的电话 他还有十分钟赶到医院 麦克慌了神 立马扔下前女友飙车去医院 结果半路却一上查酒驾 这下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小林此刻已来到了医院 索性婆婆确实在医院住院 听到小林来了 他立马装出重病的样子 小林们麦克在哪 吓得婆婆暗自捏了把冷汗 他谎称麦克帮自己买粥 刚离开几分钟你就来了 小林没有怀疑 而婆婆则是暗示女儿 快给麦克通风报信 这一大家子人 何其活来骗小林 只因惦记小林家里的胜利资产 等麦克拎着粥匆忙过来 婆婆早已借口要休息 赶走了小林 麦克侥幸逃过一劫 但他却利用这件事打压小林 则果小林不信任他 大晚上居然跑去医院查岗 夫妻之间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 没想到你是这种不可理喻的女人 不敢想象两人未来怎样同甘共苦 这话让小林有些内疚 可当着丈母娘的面 麦克却假装生世 体贴的给小林夹菜 俨然一副好丈夫的形象 突然前女友发来消息 约麦克去酒店研究新玩法 麦克心虚的说去厕所 看着麦克的背影 小林心中却是隐隐的不安 几天后他和麦克去看房子 因为麦克不满足一百平的婚房 想换个气派的大别墅 但小林觉得没必要 他虽然是个白富美 却想凭借自己的努力过日子 可其实麦克是个十足的凤凰男 打算让复活丈母娘补借自己买房 这时房子的主人走过来 提议麦克可以再看看其他房子 谁知麦克一副蛤巴狗的样子 殷勤地表示就要这栋别墅 房子的主人名叫杰瓦 是房地产大亨的女婿 如今更是掌管整个泰国的房地产 麦克巴不得攀上这样的权贵 他不顾小林的感受 让小林先回家 别打扰他谈生意 可两人本来说好要去餐厅约会 小林气得坐着不动 气氛一时间变得有些干燉 麦克不耐烦地让小林快走 谁知小林当场表示自己订了餐厅 杰瓦看出了两人的尴尬 让麦克好好陪小林吃饭 然而麦克生气小林没给他面子 一进餐厅就吐槽环境一般般 亏你还提前一个月就订好了这里 小林心里很难过 他想起两人恋爱时 麦克总是温柔又体贴 和结婚后完全就是两个样子 小林忍住怒火 他不想破坏两人的这次约会 谁知当准备点菜 麦克又开始喋喋不休地指责小林 贬低小林妇人之见 当着杰瓦的面非要来这个破餐厅吃饭 都是因为他 害自己失去了攀附权贵的机会 可麦克根本就没意识到 是他对待小林的态度 让杰瓦反感 小林说自从我们结婚 一点都没有幸福的感觉 还不如谈恋爱时过得快乐 然而麦克反咬一口 说自己做这些都是为了两人的生活 小林非但不懂事还拖后头 满脑子只有小情小爱 甚至过分地说小林自私 一点都不关心他的事业 接着就让服务员剩三份饭 嘲讽的说小林既然饿饿就多吃点 晚上小林拖着疲惫的神子来母亲这里 父母母亲问麦克在哪 小林表示麦克去公司了 殊不知 麦克其实是去私会前女友 小林将这些天的委屈向母亲倾诉 可母亲并不知道具体情况 安慰小林要大度一些 不能像谈恋爱时要求麦克 况且麦克努力工作都是为了家庭 你更不应该在小事上消耗他 这个话让小林觉得是自己错了 或许他真的没有体谅麦克 然而隔天在停车场偶遇杰瓦 杰瓦告诉小林别太迁就力一半 否则对方只会变本加厉的伤害你 因为杰瓦的妻子 就是在他的包容下一次次背叛 这晚麦克和杰瓦谈生意喝酒 却将鸣顶大醉的杰瓦带回了家 小林不满麦克行为 可麦克却让小林好好照顾杰瓦 结果小林帮杰瓦垫枕头时 竟被醉酒的杰瓦拉进怀里 两人也不知道有没有发生什么 隔天小林发现麦克的衬衫上 有一股陌生的香水味 他立马试遍家里所有的香水 可都没有衬衫上的那种香味 舒服珍此时此刻 丈夫正和前女友在办公室激情缠绵 一小时后 麦克满意的提上裤子 和火辣的前女友意犹未尽 拿着麦克想再来一次 还得意的说你妻子是不是很无趣 才会让你在上班时间 急不可耐的找我 麦克在外面吃饱喝足 回到家又惦记起丈母娘的财产 他哄骗小林 舒服富婆丈母娘 将将礼的财产 都交给他这对女婿打理 见小林沉默不语 麦克又都是为了两人的将来 可小林认为这样很不好 仿佛他们联手 要夺走母亲的财产 麦克假惺惺的说 不是夺走 只是想帮丈母娘分担压力 他接着亲吻小林的手 舒想和小林有个孩子 小林一时信了麦克的鬼话 可两人正打算亲密时 他却闻到麦克衬衫上的香水 面对小林的追问 麦克只好谎证 公司友人乱分香水 如此别角的借口 小林却选择信任麦克 因为夫妻之间 最主要的就是相互信任 殊不知 麦克一回到房间 就拼命喷自己的香水掩盖气味 他发消息给前女友 说以后见面不要喷香水 结果前女友晚上就发来性感厌照 不得不说 前女友很懂男人的心 他穿上你补套 装和麦克打视频聊骚 可怜的小林对此事丝毫苦知 还在医院陪生病住院的母亲 几天后 小林母亲顺利出院 麦克连忙提着果然登门探望 装出一副好女婿的样子 借口前些间工作太忙 才没能去医院亲自照顾 小林母亲听得心花弄放 催促麦克赶紧和小林生孩子 见丈母娘心情大好 麦克眼神暗示小林提接手财产的事情 可小林实在说不出口 谁知麦克竟厚着脸皮 用小林母亲委托他管理财产 小林抢言欢笑 直接忽略了这个话题 这让麦克十分不满 等小林母亲准备晚饭时 他竟直接给小林甩脸色 借口忙工作让离开这里 小林伤心的追上去 质问麦克是不是根本就不关心母亲 谁知麦克倒打一趴 怪小林不信任他 才会阻止他接手丈母娘的财产 小林解释自己很信任麦克 可母亲的财产他们确实不应该碰 他鼓励麦克努力工作 凭你的实力一定能过上好的生活 然而麦克却嘲讽小林含着金汤池出声 根本不懂他这普通人的苦 然而大吵一架 麦克转身就找前女友发泄情绪 前女友洋洋得已 自认比小林有魅力的多 他魅惑的给麦克做按摩 手就在男人身上不安分的撩拨 另一边小林哭得梨花带雨 他不知又如何维持这段婚姻 母亲得罪前因后果 大方表示同意麦克管理自己的财产 他不想宝贝女儿因为一点钱 一向夫妻感情 可小林坚决不过母亲的财产 他会自己处理和麦克的矛盾 隔天一大早 麦克就收到小林的电话 这份套怎么没在家里 麦克理直气壮的撒谎 说自己在办公室通宵忙工作 却不了小林此刻就在办公室 然而麦克简直太不要脸 反正小林为什么要打扰他工作 他谎证正在谈一笔重要的声音 话里话外指责小林很不懂事 接着就冷漠的挂断了电话 小林痛苦万分 殊不知这对狗男女 躺在一起嘲笑他愚蠢 麦克一点而不着急回家 运动了后还和前女友一起吃饭 前女友甜蜜的说 今天是我们在一起十周年 从两人的谈话可知 他们已经认识很多年了 似乎是有些感慨 麦克竟提出要送前女友礼物 前女友喜出望外 小心翼翼的说想和麦克逐光晚餐 麦克没有拒绝 可另一边 麦克母亲去看望小林的母亲 结果得知四七俩最近一直都在吵架 结果麦克母亲差点把儿子偷情的事说了出来 她连忙转移话题 当马就教训扯儿子 讲讲脑子 万一哪天小林要和你离婚 咱们娘俩一分钱都落不到 母亲警告麦克安慎守己 今晚赶紧回家哄一哄小林 于是晚上麦克就回到家 拉着小林的手诚恳道歉 很抱歉这些天疏忽了你的感受 麦克归在小林面前 说了很多甜言蜜语 小林控制不住的哽咽起来 诉说这段时间被冷落的委屈 麦克已把家小林揽入怀中 保证以后会好好照顾小林 两人重归于好 这刻哭了离一边的前女友 她开好房间等麦克赴晕 结果却被这个渣男放了鸽子 前女友去麦克母亲开的小饭馆找她 又被麦克母亲一顿羞辱 眼睛前女友就是个三陪女 还妄想成为他们家的儿媳 麦克母亲紧到前女友鬼远点 敢破坏我儿子的婚姻 绝对让你好看 前女友吃了闭门羹 狼狈离开 她躲在车里嚎啕大哭 与此同时 麦克在家陪小林 不要小林竟主动提出 将父亲留给自己的土地送给麦克 可条件是 麦克必须陪她度蜜月 麦克心憎的抱住小林 没想到这个蠢女人这样的吼吼 可没过几天 小林就收到一个神秘包裹 拆开竟是一张相框 小林瞬间脸色大变 等麦克回来 她气愤的将相框拿给麦克 里面居然是麦克和前女友的合照 看到照片 麦克人都傻了 小林只能婚礼那天 那个女同学究竟和你是什么关系 然而麦克死不承认 说这一定是有人在恶搞 麦克又一次用冷暴力的手段 丢下小林一个人在客厅消化情绪 可等关上卧室门的那一刻 麦克紧张的大口喘气 她立马发消息问前女友 可前女友却明知故问的说怎么了 这时小林推门进来 麦克连忙心虚的将手机藏在身后 令麦克惊讶的是 小林居然主动道歉 我不应该让一张不明来历的照片 毁了我们之间的爱情 小林哭着抱住麦克 说我真的很爱很爱你 麦克心里松了口气 回应小林说我也很爱你 然而麦克并不知道 在他回家之前 前女友就已经研系上小林 并发了很多他们在酒店的照片 小林依偎在麦克怀里 可表情却逐渐变得凶狠起来 几天后 前女友正在商场卖力的促销产品 不料小林竟出现在活动现场 前女友吓得一个机灵 可她很快冷静下来 继续推销 显然小林是来者不慎 她死死钉对前女友 而前女友自然也不甘示弱 她走下台挑衅小林 结果被小林狠狠泼了杯开水 她疼得鬼哭狼吼 哇